目前出台的反外国制裁法 充分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 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共同意愿 也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关于反外国制裁法对外国投资的影响 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必然的联系 如果有的话 就是反外国制裁法的制定 为各国企业在华发展 提供了可预见的法治环境 和稳定可期的营商环境 这次召开的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 还审议通过了海南自由贸易港法 和关于授权上海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决定 这些都是中国深化改革 扩大开放的新举措 我要强调的是 中方一贯欢迎和支持外国企业 来华开展经营和合作 依法保障他们的权益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为外国企业 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同世界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 都可以帮助电 poe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